導致2005年1月底 第三屆監委任期任滿以後 監察院就陷入了沒有監委的空轉狀態 不過這一鬧也讓民間發出了一種聲音 五院之一的監察院 居然空轉了三年六個月 但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所以廢監察院的聲浪 也就因此而越來越大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牛哥 最近國會改革的聲浪 只能說是轟轟烈烈啊 有些人說是國會改革 也有些人說是立委擴權 但這一切都眾說紛紜 當然我們也很想做這個議題 但是實在是資料量太大了 請容我們讓子彈飛一下 其中一方的論點是說立委需要調查權 他們的主張是因為監察院的權力部章 算是個閒置組織 或是已經淪為東廠以及打手之類的論調 但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監察院 首先我們來講講 監察院設立的初衷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中國革命 全球民主國家大致可分為 總統制跟內閣制 不過五國憲法是由國父孫中山 號稱綜合內閣制跟總統制的優點 也把三權分離改成了五權制衡 新增了相較起來適用於中國的制度 也就是考試權跟監察權 考試權是為了避免行政機關尋師舞弊 因此把考用分離從行政權獨立出了考試權 監察權則是為了避免被國會濫用 因此參考古代御史大夫的制度 把監察院從國會獨立出來 形成全世界獨有的五權憲法 於是有了行政院、地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等五個院 根據憲法五權分離的原則 監察院掌管陣風、糾舉、還監督審計、財產申報等 澄清立志、儲弊心力的問題 民國17年北伐完成全國統一 國民政府開始施行五權分治 最剛開始的時候設立了審計院 之後1931年成立了監察院 並把審計院給撤銷了 變成了審計部 隸屬於監察院 此為國民政府最高的監察機關 行使彈劾及審計權 26年對日抗爭以後 掌握了糾舉跟建議兩權 中華民國憲法在1947年12月25日施行 依照憲法的規定 由各省市議會、蒙古、西藏地方議會 還有華僑團體選出一屆監察委員 並在1948年6月5日 正式成立行憲後的監察院 行憲的最一開始 監察院在各地區跟各省 都設有各區監察委員行署 民國38年4月 監察院先從南京遷往廣州 結果38年發生什麼事 大家也都知道了 12月政府轉入台灣 正式辦公以後 原本180名委員 陸續來台灣的監察委員 也就只有104人 但到了台灣以後 你覺得他們就開始享福了嗎 其實也沒有 這些監察委員也不是沒事做 裡面鼎鼎大名的就是 在1952年的時候 他們彈劾了當時的副總統 李中仁 理由是李中仁代理總統違法失職 但實際上是政府簽台以後 他根本就沒有來到台灣啊 人還在美國呢 雖然當初李哥去了美國以後 還想要組成第三勢力 但這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有想聽的觀眾歡迎留言打加一 中華民國政府簽台以後 為了維持對整個中國的法統 國民大會 立法院跟監察院 始終都沒有進行改選 只分別辦理過幾次的增額選舉 但作為民意代表的他們 卻對事實上治理的台銅金馬 長期處於代表性不足的狀況下 因此被譏諷為萬年國會 更引發後來的野百合學運 1991年國民大會全面改選 隔年改選以後的國大代表 召開了第一次臨時會 決議通過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次徵修 把監察委員的選舉方式 改為由總統提名 國民大會同意 並把人事同意權歸還了國民大會行使 監察院致辭以後 就不再具有民意機關的性質了 當然在第二次修憲以後 也曾經調查過了幾起事件 引發了社會上的關注 像是監委趙昌平曾經調查 南洋建水軍黃國章的落水案 他根據僅有的四張陳詩照片 放大其中一張照片以後 發現黃國章的頭上 穿入了兩根鋼釘 成為黃國章案中重要的物證 開啟了社會大眾關切軍中管教 跟人權的聲浪 監察院也曾經針對國共內戰以後 流落在太北山區的孤軍 為他們的後裔發聲 當年那些沒有合法身份的無國籍難民 也是在我們監察院出面之下 揪取了官僚體制的盲憨 而讓這群太北孤軍的後代 能夠取得合法身份 在目前的台灣生活 當然講完了這些豐功惟業以後 也該講講重頭戲了 那為什麼監察院會被大家說是效能不髒呢 前面有提到1991年國民大會全面改選 同時監察委員由選舉的方式 轉變為總統提名 國民大會同意 也因此監察院失去了 我們民意機關的性質 也因此失去了民意代表 特有的言論免責權 還有不受到逮捕的特權 之後的2000年 第六次修憲 國民大會因為前面一次 修憲了自肥爭議 人事同意權被移給了立法院行使 司法、考試跟監察三院 正副院長的人事案 也因此改由總統提名 立法院同意的方式決定 但是隨著我們的國民大會 在第七次修憲被廢除了以後 立法院成為了唯一的國會 中華民國因此確立了 一院制的國會體制 也就是說戒嚴期間的監察院 雖然具有國會的性質 但是在黨國的統治之下 政治現實讓他無法發揮 他應該要有的效能 而解嚴了以後 監察院很快就因為修憲 而失去了民意機關的性質 也失去了國會的身份 很多的權力也不斷的被拔除 原本監察權的權力是蠻大的 還負責對司法院的正副院長 大法官、考試院的正副院長 考試委員、行使同意權之類的 但這些都被立法院給搶走了 畢竟他們不再是民意機關 而且也沒有辦法自己審核自己的人事同意權吧 不然就會變成求證、裁判 都是自己人的自肥情況 當時的監察院甚至有對總統提出彈劾的權利 但修了憲以後 將官職權都已經有所不同了 而且彈劾總統的權力 也已經移轉給了立法院 現行的監察院就只剩針對公務機關的彈劾 糾舉、審計權以及收受人民書狀的功能 可以說是先天設計上有問題 後天也沒有人幫他調養身體 還不斷地把他身上有用的地方拿走 現在已經變成了一隻沒有牙齒的老虎了 當監察院不再代表民意 而提名的過程也絕大多數是政治考量的時候 那他要怎麼去很好的替我們的人民監督官員 還有花我們納稅錢的公圖呢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 監察院不具備足夠的製衡手段 來製衡其他貧瘠的市院 當然會被說是功能不髒 國父孫中章當初設立五院的原意是 五院都是人民養的寵物 這五條寵物分別有各自的特殊手段 可以制衡、可以彼此監督 但如今其中一隻威風淋淋的老虎 突然被拔了牙 這樣他還能繼續維持他原本的功能嗎 現在監察院剩下的武器 只有對人的彈劾權還有對事的糾正權 但你知道其實這個彈劾權還要被細分嗎 根據監察法跟公務員懲戒法的規定 我國的彈劾制度被分為彈劾權跟懲戒權 並分別由監察機關還有司法機關享有 當我們的監察委員表決通過彈劾案以後 必須向懲戒法院提出彈劾 再由懲戒法院看彈劾的具體內容 判斷這些公務員是不是真的違法或失職 並決定他應該受到的懲戒處分 簡單來說監察院現在有一把很大的槍 但問題是他沒子彈 子彈還要去跟司法院要 當監察委員發現違法或是失職情況的時候 監察院都只有開槍的權限 至於子彈有沒有射出去射中人或是擊中要害等等 監察院都無權決定啊 講完了對人的彈劾權 現在來講對事的糾正權 當監察機關對行政院或是其他有關部會 通過了糾正案以後 也只能督促這個機關 要多加注意改善而已 最最最最最嚴重也只能是 請求機關給書面的報告 說一下經過這次的糾正以後 更改了哪些錯誤 但如果沒有改善或是沒有答覆的話 監察院也只能把你叫來問話而已 不存在其他的強制手段 再加上一個官員今天如果是明顯違法 彈劾起來相對容易 但如果今天他沒有違法 而是發生失職的情況 這邊就比較麻煩了 這邊就來講個實際情況 曾經有次颱風天水庫因為太滿了 要準備進行洩洪 但依照慣例洩洪前應該要先宣告 避免下游的人造成了生命財產的損失 但因為那次的降雨量超過預期 值班的公務人員因為緊急 所以選擇了直接洩洪 造成了人民的財損 但如果他不洩洪的話 整個水庫會因為超過蓄水量而造成了潰堤 那你說這個公務員他到底算不算失職呢? 當然這個人最後是被記了之生界啊 所以彈劾就必須要看案情而定 而且每個單位跟個人形式的標準都不一樣 這個人是不是有該注意而未注意 有的時候也很難斷定 因此彈劾要做到適當又不至於太刁難 這也是讓肩尾頭痛的地方 另外彈劾跟糾絕的對象因為是人 受處分的對象要十分明確 但如果一個弊案因為牽涉年代久遠 成績複雜 如果最後決議只彈劾了部分涉案重大的官員 而放過其他相關人士 就很容易引發爭議 還有大作文章的空間了 再加上糾舉案的情境偏向臨時性的狀況 舉個例子 有個人要曝光某某公務員違法 但是他一定要想把這個事情鬧得越大越好 不只是監察院 各個新聞媒體也會接到爆料 說某個公務員違法 這個時候媒體為了搶快搶曝光 所以會把消息盡快曝光 所以當消息傳到單位的主管額裡 主管一定會想要立即停損 直接把這個公務員停職 效果跟監委提出糾舉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啦 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糾舉案 會在提出之前會先胎死附中了 講完這隻沒有牙的老虎 為什麼會被大家說是功能不髒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講講 廢監察院的起源吧 話說1993年的時候 還是立委的陳水扁 還有洪其昌認為 憲法修訂以後的監察院 已經不再是國會的一部分了 因此監察委員的身份 應該從民意代表轉變成公務人員才對 這種轉變會讓監察權的運作 變成公務體系的內部監督 再加上監察委員不再享有言論免責權 以及不受逮捕特權的情況下 很難期待他們能夠有效的 來監督行政機關 因此監察院的憲法權限 也應該做出相對的調整才是 當時洪其昌認為 既然監察院都已經沒有這些權利了 那為什麼我們不仿造其他國家的國會 把監察院的調查權跟監察權 都回歸立法院來行使呢 實踐國會的外部監督 而扁哥則是認為 監察院可以繼續享有監察權 去好好的監督公務員們 但調查權是國會本於立法權 當然要具備而且必要的輔助權力 對立法委員完成修法 預算一決 行使行政監督跟人事同意等職權 有相當的重要性 所以希望調查權 應該是立法院要有的權利 所以同一年大法官也有 第325號釋憲解釋 憲法對於監察院都已經只剩下這兩支 威力不太強的武器了 你還要跟他搶武器 但立法院似乎也講得蠻對的 要立法院執行相關業務 必須要有一些工具 所以特別解釋 立法院有文件調閱權 當然阿牛哥這邊簡化了很多 但如果你想要看原文的話 可以再去翻出來看一下 所以在1999年時 通過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把質詢委員會工廳會 還有文件調閱權納入其中 接著我們把時間快轉一下 來到了2004年 那一年剛好是總統大選 也爆發了319槍擊案 最後雖然因為兇嫌 陳義雄們死亡 而以被告死亡 不起訴牽結 但案情真相還是撲朔迷離 更因為當時票數差距不大 各個陣營之間 更是對於真相不能水落石出 恨得是牙癢癢的 一方覺得 這個事件以後 就多了很多同情票 導致他們敗選 但另一方也覺得 他根本不必為了勝選 做風險這麼大的政治表演阿 所以為此還在立法院組成了319真相調查小組 進而引發了憲政爭議 司法院大法官做成的 市制第585號改變見解 認為立法院的調查權不應該限於文件的調閱 而應該要包括要求人民或政府官員 到場陳述證言或是表示意見 只是相關程序應該要有法律明定 需要法律明定範圍跟規則 給了權力也需要一定的限制 然而立法院卻一直沒有通過相對應的法律 導致這項權力無法落實 那這也是最近的國會改革在爭論的主要事情 由於大法官已經肯定 立法院跟監察院兩院都能夠行使調查權 所以今天的立法院調查權不當的事情 似乎是由於立法院自身沒能完善立法 而跟監察院的存費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但問題來啦 這樣還是有可能產生很大的問題 先預設比較好的情況 兩院共享調查權的結果 可能會導致同一件事情被立法院跟監察院同時調查 這不只是浪費國家資源 也會讓被調查者疲於奔命 需要來回接受兩院的調查 往壞一點的情況想 如果兩院的調查結果或是所做的決定互相矛盾 那應該以哪一院的結論為準呢 人民又應該相信哪個院 以此來判斷政府的政治責任 民進黨一向以支持三權獨立 主張廢除考監兩院 前總統蔡英文競選連任時也表示 憲政改革廢除考試院監察院也可以優先進行 包括連任幾屆立委的陳廷飛也多次提案修憲 廢除考試院跟監察院不過都是胎死腹中 但講到監察院還有一個爭議不得不提 那就是2004年年底第三屆監委任期期滿 當時的總統陳水扁也依照憲法跟修憲條文 向立法院提了29名監察委員的名單 當時因為立法院第五屆立委的任期就只剩下最後一個多月 而且執政的民進黨還有泛律陣營台聯的總席次 只有大概100位 並沒有超過半數 因此在國民黨跟親民黨他們過半席次的主導之下 並沒有在任期裡面行使監委的同意權 第六屆立委上任以後 雖然總統府再次把提名的資文送交給了立法院 但是你知道的 因為我們的國親聯盟還是掌握了過半的席次 主導議事程序 好幾次暫緩列入立法院的院會議程 所以就沒有行使監委的同意權 導致2005年1月底第三屆監委任期任滿以後 監察員就陷入了沒有監委的空撞狀態 這也氣得民進黨團向大法官升起釋憲 於是在第二年以後大法官提供了 宣告了立法院不行使同意權違憲 認定立法院破壞憲政體制 嚴正要求立法院要盡快進行適當的處理 但立法院在什麼時候才讓監察院不再是蚊子管呢 答案還是2008年政黨輪替以後 改由馬英九政府提供監委的相關名單 這才終於結束了監察院空撞三年六個月的情況 但是這次的第四屆監委名單人選也是充滿爭議就是了 譬如說有被爆出有性騷擾女學生 有逃漏稅的徐炳進 有外遇醜聞的陳耀昌 至於之後的2014年第五屆監委人選 更是連自己黨內人士都看不下去 馬英九提名的監委超過三分之一 總共11位提名人被刷下來 象徵朝野立委對馬英九提名不當的強烈反擊 以當時的立委代表比例 假設民進黨跟清明黨都投反對票的情況下 至少還有九位國民黨立委投下反對票 任命監委才不會通過 後來2016的普提名 以及2020年的第六屆監委人選 每一次都是在爭議之中通過的 這都顯示出了監察委員的人事案 在本質上就存在濃厚的政治性 很難跳脫政黨的攻防 自然而然也很難期待他們的專業性跟獨立性了 不過這一鬧也讓民間發出了一種聲音 五院之一的監察院居然空轉了三年六個月 但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所以廢監察院的聲浪也就因此而越來越大 當然這之中政黨的討論也沒間斷 比如說國民黨直移民進黨主張廢考監 但在執政的時候 卻把考試跟監察委員是提好提滿 不過在沒有修憲廢除監察院之前 監察權還是存在的 根據大法官釋憲的結果 總統跟國會都有義務要遵循憲法來提名跟審查 提名考監委員是總統的義務不只是權利而已 所以如果總統萧綦不提名 或是我們的立法院萧綦不行使同意權 會讓監察院沒辦法行使職權 是國家憲政制度的破壞 是憲法所不允許的 雖然說市制632號是針對監察院的 但考試院也是憲政機關 所以當然也適用 又或是以前提過現在又再次拋出的議題 想要比到精神的模式 先用凍結人事減少預算的方式 讓考監兩院走入歷史 但是各位啊 當初精神也是先修憲 讓精神有了法律的正當性 所以不論是走哪個模式 都必須要修憲 最後我們就來聊聊 我們覺得監察院到底該費還是不該費吧 話說我們的監察院就在這樣 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還被拔了牙的情況之下 但他卻還是在艱難的困境下 在整體上為澄清立志 維護人權上做出一定的貢獻 儘管監察院運作到現在 不斷遭受到制度上的缺陷約制 巧婦難為無米之吹 想要做事也沒工具 監察院早已成為人民在面對施政不當 或是不公對待的時候我們的重要申訴管道了 這邊幫各位補個數據 目前我們的監察委員 每年大概都要收18000封的陳情信 這也很好讓我們的行政機關在推行政策的時候 能夠受到重新調查跟檢視 在監督行政的過程之中 監察院為我們人民提供了相對良好的行政保障 因此國際的監察組織在全球各國積極推動 建立獨立且專業的監察機構 監察院的存費議題其實不是存更費的單選題 而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是我們必須要好好思考 政府的制度跟權力制衡的大哉問 假如是要廢除監察院把權力轉移給立法院 讓立法院有完整的國會權限 那也得好好思考該如何做出相對應的制衡 同時深入思考要如何設計出 能夠真正落實監察權維護人權的制度 那如果不費的話 是不是該讓監察院重新裝上他的牙齒呢 而且改善領選制度 讓他可以好好的執行人民賦予他的權力呢 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必須要好好展開來檢視的 而不是跟著政治的攻防隨波逐流而已 好了今天關於監察院我們就先講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歡迎幫我按下訂閱並分享出去 如果有能力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是按下超級感謝啊 另外我們的DC群已經開放了 歡迎大家一起進來聊天就是了 我的學期筆記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